華靖哥不希望大家知道他會有病情 害怕大家擔心 我們在優質生命協會他擔任理事長 那我是優質生命協會的理事 他的樂觀跟熱心助人也感動到我 他常常鼓勵我們年輕人就是要熱心公益回饋社會 我覺得這一點就很足以讓大家懷念他 那我真的很突然啦 我覺得別人的關係 就是 請介紹您說他多說什麼 嗯我就說 我們樂觀的態度有深深的影響到我 那甚至到最後的時候其實 我去年12月的時候大概就知道這樣的病情 包括我們在開會的時候他都用視訊而已 然後他也很堅毅 就是不願意讓大家看到他病人的這種樣子 我覺得很堅強 那既然上一次跟台見面是在什麼樣的狀況 應該是我們優質生命協會舉辦那個大型活動的時候 我跟康康在上面做脫口秀 那好像是在一年多前 因為去年是疫情 整個疫情期間我們 優質生命協會的活動都取消了 都延後這樣 那他那時候的狀況很好嗎 那時候狀況很好 很好 因為他好像是 八哥哥好像是去年9月才診斷出來 那我們去年11月的時候 有開個會議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 因為他開會他自己都會來 那一天他就用視訊的會議 我就問寶如姐我說 他八哥哥怎麼樣 他說他感冒 我說感冒 不像我認識的八哥哥 因為他 就算感冒他戴個口罩 他也會來出行 那我就 有多問了一下 然後他說 寶如姐說 他體重突然掉了10幾公斤 那我就覺得好像 就是很樂觀 所以我就再詢問了一下 然後貿易之後 他可能我不希望 大家知道他這樣 會怕大家辦事嗎 會怕大家辦事嗎 大家也都不敢去承認 跟他詢問嗎 也不會啦 我像協會像那個 留不住小劉哥哥 還有那個 很多人都 還是會去 比如說過年去跟他拜年 對 都不希望 雖然知道 但是都不會去銘獎 就是希望他能夠 這個身體能夠再去好錢 對 都是關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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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